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是你去的都在 在不个人是吗 我说我们怎么找不着你 走过四下给我回去吧你去 火车 现在我们到了柏连了 刚下午四点钟到了 现在过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先吃点饭 好了 撒了 好吃吗你这 你为啥给它打开了 人都给你卷好了 我要看它长什么样 突然出现一个哥们儿给我们吉他演奏者 配了一个小沙锤 还有打鸡鱼 哈哈哈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 然后我们在柏林计划了一项一项的计划 一个地点 结果我们第一一出门 早上一开始就很不顺利 我们今天早上准备先去乐高乐园 就说那边可以花钱 散尽天天 现在遇到啥情况了 现在遇到啥情况了 现在我们到了公交站 发现没有地方卖票 这是一个自送提款机 不知道怎么办呢 可能在网上买票吧 我们看看网上能买票 还是回到地铁站去买那个多人的那个多次票 单日多次票 这儿减了吧 这儿减了吧 这儿减了 没事 大城市嘛 不是很熟悉 接下来的一天 就是充满了错误的一天 就是一步赶不上 多步赶不上 多步赶不上 一个五人的一天多次的票 这啥风水 太锐了 这什么风水 太锐了 虽然我不太懂 但是很煞的感觉 咱们现在其实是往乐岗走 然后突然就看了几个墙停住了 这应该就是柏林墙剩下的几块 然后它这个柏林墙好像在城市里面有散落的好多遗迹 然后这是其中一块 然后这上面的口洋堂也太多了 大哥了 你们要看后面 密集口一边剩下了 我靠 大哥了 不行了 看见了吗 乐高的长景路 在浴室上我们离乐高乐园已经铺牙了 还挺胖的 很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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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有小孩才能见 对 它是只给孩子玩的 这不孩子吗 那里面 里面是给孩子玩的 谁说的 是 也写了成年人可以进 但成年人只能带一个小孩 接个小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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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去别的吧 这是索尼中心 索尼在这儿的一个总部 然后加上一个购物中心 河狗大师弟吗 河狗大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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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文怎么比较一号 凯文哪有这大 凯文没这大 我到过凯文 但这个上面的那个女神雕像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了 最修复的是吧 对 当年那个的话丢过一次 被拿破仑抢走过一次 但拐走还没来得及往巴黎窗 然后又被打败了 拿破仑又振前倒台 又被给拿回来 但这个还不是那个 这个是二战战后 苏联士兵就是想给他插红旗 然后又被德国的小兵开炮给打了 所以那个就被打坏了 那个现在博物馆里 这个是重新建的 我这太疼了真的 太疼了 我这可能7.42仰天长笑的时候趁着呢 睡睡有时候 乐极生悲 乐极生悲 这是有点小色 吃饭 吃饭 没什么没开 没开门 然后又下一站了 怎么办 那个门也没开 再送回来一下 好 玩出票 做个少 去点乐极乐 今天计划去哪个问 吃得起的 我要怎么我就没安排 他怎么我就没安排 然后准备下车 然后要按一下那个门 就小五按完之后 那个门迟迟没开 最后一直到车启动 那个门也没有开 小五 妈妈你回家吃饭了 这是什么感 中午该吃饭了 下点 哎呀 这个太老板了 太老板了 硬是天赋 这是一个叫Tandoori 一种Tandoori石板烤的鸡肉 现在咱们去 我们要去 Eboy的商店里去看一看 然后Eboy是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Eboy是一个德国特别有名的 一个像素艺术家组合 这三个人 看了他的画 大家可能都会知道 都会想起来 我觉得应该都看过 我们不太确定他们开不开业的 不就是吗 完了 开开 开心一天 耍了 没开 你去座位 问 这是柏林 柏林电视塔 然后那个门看到了吗 然后墙 对 墙 柏林墙 这地方 这地方 最底下那个 那是一个东德的老店厂 叫Burkan 现在是一个野店 是排队那个吗 那边有个老大爷 咱们站着呢 看门人 Eboy的商店关了 咱们再次启程 现在去哪 咱们今天终于干了一件事成了 终于干成一件事 终于在这个schedule上 有一样是绿色了 对 其他全红色 哈哈 我有点紧张 做什么 我觉得 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所以我不想游泳 这是听不听 你听不听才说这句话 是 都这么说 我这样说 德国这个纬度真的太好 这个季节 夏天特别适合来玩 但咱冬天没来过 也不知道冬天是什么 对 但我觉得可能还是冷 我觉得咱俩还行 不会觉得冷 只要有酸菜吃 所以酸菜可以 只要有酸菜吃 没有胶卷了 所以我们来这儿 DM咖啡没有胶卷 你看一段 我跟自然说话 我就是 在这里 因为我看 就像是 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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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在这里 我一样 你会在这里 我一样 别提了 上次那电脑我在洛杉矶事物招里的页面上网站上刷了有一个多月 一直没有我的电脑 要咋办现在 然后这次我们来科隆的时候 来之前咱们英特尔的老朋友他们也关注咱们之前那个节目 知道我们还有剪片子的需求 然后给我们提供了一台新的电脑 就是说实话我之前有一阵子没有我们PC了 然后PC的笔记本 我自己是外星人 然后上次带的那个也带了一个 就是觉得稍微有点沉 但这次这个真的是非常新 据他们我说这是英特尔就上个月刚发布的一个新的品类叫做创意设计PC 针对我们这种专业人士 比如说平面设计做影视后期 然后还有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这些人 他做了三个人群的三种不同配置电脑 然后我们拿到的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影视后期这种性能级别的这个类型电脑 然后芯片是第九代的这个爱奇的9750 给的是里面是GTX1650的显卡 确实说这次我们剪片子体验的感觉还是很流畅的 毕竟是输出什么的 还是比较靠CPU 怎么说 他专门为你们这些人设计的这种产品 有什么特点吗 你觉得 他们肯定是英特尔就做这个品类的时候跟这些厂商有合作 他们把芯片的优化包括整体架构都做的就是更倾向于我们这种 尤其是像我们用那个索尼的那相机 然后它的那个AX64编码 我现在就是能流畅的预览 这还挺爽 就是原片的那个就是完整的那个分辨率 然后在一个时间线里头坠预览 今天咱们算是柏林的最后一天了 大家看到这个这集的时候应该是在8月30我们已经回去了 你们已经看到了那个神秘节目是什么 是吗 哈哈哈哈 哎呀 对 先据起来 然后用左手抓住 然后绕出这个大拇指转圈 就是转大拇指的不怕转满为止 从你这个手指的底下 就是大拇指的底下 顺着大拇指然后从这个环里扣出来 然后从你的头发里穿过去 这个地方不要太紧 自己把握一下这个力量 就是你盘紧的头发会很疼 然后这样穿出来就行 但是这样就 然后我一般会插两根 这根就随便插的吧 这根就随便插的吧 这根就不齐 拉拉 就好了 快点